肾为先天之本,肾阴不足,身体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疾病 像腰气酸软,手脚心热,耳聋耳鸣,失眠倒汗等等 今天就给大家把常见的八种滋肾阴的中程药做个总结 第一个最出名的就是六味地黄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补肾,是治疗肾阴不足的经典方 它常用于肾阴虚刚刚表现出来症状 做一件事总是最开始有活力,不一会就感觉到疲乏 久站或者久坐就会出现腰气酸软疼痛 睡觉的时候感觉到燥热出虚汗 一醒来汗就不出了,平时总会感到心中烦躁 看谁都不顺眼 这种情况就可以参考六味地黄丸 第二个直播地黄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清热,常用于肝肾阴虚虚火上炎 这类人在六味地黄丸适应症的基础上 还会感到牙隐隐作痛,爱长口腔溃疡 溃疡周围发白,很难愈合 总是感到口干舌燥 全苦部位比别人要红 手脚心发热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直播地黄丸 第三个是卖味地黄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养肺 可以用于肺肾阴虚 除了六味地黄丸的表现 这类人还总是感觉咽喉干燥疼痛 仔细观察红肿不明显 平时总会干咳 没什么痰,甚至说咳出血丝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卖味地黄丸 第四个是左轨丸 它的功效是滋肾补阴 可以用于针音不足 比刚刚说的阴液亏损更重 总是感觉到劳累,腰气酸软 甚至出现头晕眼花,出汗严重 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出汗 睡过的床铺甚至能看到黄色的汗字 总是感觉到口渴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左龟丸 第五个是耳聋左磁丸 它的功效是滋肾平肝 可以用于肝肾阴虚引起的耳聋耳鸣 它这种耳聋耳鸣 往往不是突发的 听力逐渐减退 耳中像又缠在叫 严重的时候会感觉到天旋地转 平时又有腰气酸软 朝热倒汗的表现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耳聋左磁丸 第六个是石壶夜光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补肾清干明目 可以用于阴虚火旺引起的事物不清 总是感到眼睛干涩 甚至说迎风流泪 看东西看不清楚 有虫影 眼带也比较明显 平时还有肾阴虚的表现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石壶夜光丸 第七个是大补阴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降火 适用于阴虚火旺症 这类人总感觉到心烦 容易生气 脚后跟膝盖疼痛发热 容易感到饥饿 口渴 身体里热 像是从骨头里发出来的一样 怎么都消不下去 倒汗的症状也比较严重 这时候可以参考大补阴丸 第八个是龟鹿二鲜丸 它的功效是滋阴填经 意气壮阳 可以用于真元亏损 精血不足 中医上讲阴阳互根互用 所以肾阴虚久了 肾阳也会亏损 出现手脚冰凉怕冷 但是又爱上火 长口腔溃疡 牙痛体型瘦弱 总是感到疲倦乏力 这时候就可以参考 龟鹿二鲜丸 以上就是八种常见的 滋肾阴的忠诚药 你学会了吗 电影